容祖怡完成欧洲巡迴演唱会之后 这天反抵香港 她戴上眼镜 没有跟口罩现身机场 身上和手提包都有空气静化机 防疫功夫做到足 由伦敦坐飞机反港都禁场机程 她也有打醒十二分精神 完全没有去洗手间 十二分钟 我也觉得自己有点厉害 吃东西也没有吃到 不断捏水 不断捏一捏一捏东西 有的也有的 但是你纯粹回来 有没有都担心那边 去哪里回来都担心 只要坐飞机都担心 狂抹手 用那些酒精纸 狂抹 然后手就 不要碰面 总之 戴那个眼镜 这个眼镜 总之可以保护自己的面 东西 Joey今年短短两个多月 竟已去了一次北美 一次欧洲旅程 接下来休息几天又要再飞 Joey说自己中间在香港这段空档 会懂得自我隔离 暂时如果没有任何改变 应该可能21号在马来西亚 这段时间有没有需要隔离 要的 因为始终家人 就是我妈妈 她身体是一个康复人士 比较高危 所以我都会自己在房间吃饭 回家立刻洗澡 会不会全身消毒 全身消毒 对了 那些鞋子全部放在外面 那就不要跟他们接触 尽量 就算我真的出厅的话 我都戴口罩 嗯 还有本来他们说有兴趣 这么久没见到约吃饭 现在都不 就是完全不见到人 就是这样 打算要多久 才会跟你们接番组 接番组 接番组 最适合的 那都… 起码一个礼拜 对 Joey之前欧洲巡回之旅 因应疫情关系 而要将巴黎站取消 她还在火车站 遇上原本想看巴黎show 不果的粉丝 专程自弹自唱安抚她们 Joey都说 看看怎样可以作出补偿 那当然希望可以 在可见的将来 可以再次去到巴黎 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以安全 健康 那大家紧密联系住 对 就是刚才刚才说 马南山是否认为 其他show 可能现在都要密切住 那个世界的疫情 一定会的 放心 对 那你本身又不知道 在日本或者之前 有些常见分 就要开到哪 你本身又有朋友 日本 暂时没有 对 其他都其他地方 没有 就是欧洲旅程那里 结束了 这样就 对 Joey虽然显得有点疲倦 但是临离开机场 都多了丁足记者 要保重身体 尽显她亲和的一面 也就是 非常了 跟不新的 这样子 都要走了